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给他念那什么 念那个六十八张小孩 也就是告诉你灵性可以诱发你身上的业障和身体不好的地方 听得懂吗 那他妈给他念了那个五百张小房子 完了还是完了一段 完又开始犯了 不会的 不会那么快的 这种灵性病 他不会那么快的 哦 不会那么快的 哦 不会那么快的 好嘛 好好的念下去 他经常弄到那个观音图子还有师父抱着他 这怎么回事呢 他是 加持啊 这还不懂啊 哦 是 加持都不懂啊 是不是 他是哪来的 从哪来的呢 天上的童子啊 就是因为偷听一些不该听的话 我告诉你 天界有很多规矩的 对啊 天界有很多规矩 因为有些菩萨讲话呀 比方说玉皇大帝呀 他们讲话 你不该你先同听的 你去听了 你就有业障 你要罚下来的